好,这一集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 他未来在贸易政策上的最新动向 我们来看到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川普已经告诉他的盟友 希望是由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来担任新政府的贸易沙皇 而且这个贸易代表是不需要经过参议院的确认 也就是说川普他上任之后 这个莱特海泽他是随即有权力可以来执行川普的关税政策 以及其他的政策 那根据美国Politico的报道 说莱特海泽他正在向盟友传阅备忘录 准备要向国会议员来推销新的关税计划 那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商品要征收最少百分之六十的关税 其实我们知道在竞选这段期间 川普就一再扬言说要针对中国制造的产品 要磕这个六成的关税嘛 那如今川普让这个莱特海泽回锅 干哥林来看是不是就是要完全来执行川普他的意志 这个莱特希泽是非常鼎鼎大名的什么商务谈判代表 而且他曾经在川普的第一任的时候 他就做了四年的贸易代表 但是不给他任何官职 为什么 因为他叫做贸易沙皇 什么叫贸易沙皇 就是我没有正视 我不是司法 我不是财政部长 我也不是商务部长 但是我就是贸易谈判的代表 他的主导权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他就代表川普的意志 他是第一个 他在第一任的时候 川普第一任的时候 他就说一定要对中国家以制裁 纯粹的鹰派 那我们就想 那这莱特希泽你到底何许人也 他今年已经77岁 我们从他小时候开始讲起 他小时候住在那个二海二洲伊利湖畔 那时候很多钢铁厂对不对 从他十几岁就开始看那个钢铁厂 一间一间倒掉倒掉倒掉 你知道为什么吗 根本敌不过日本嘛 所以说在钢铁业方面 他就看着他们家乡本来的经济支柱 从小看到大 一直这样倒掉 他就说美国不能这样 美国一定要进行保护主义 美国一定要提高关税 所以当他从1980年 你知道他到了1980年 他被雷根总统赋予贸易 他那时候还是贸易副代表而已 还不是正式的贸易代表 而是副代表 他说你给我去对付日本 结果日本的汽车业就跟他谈判 他跟日本代表怎么讲 你知道吗 那个莱特希泽他说 你以为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 然后零关税 然后一个非常民主的环境吗 那你就错了 你至少要先经过我这一关 经过你这一关什么意思 他说如果你不经过我这一关 你绕到哪里去 你到最后还是到我这一关来 他当时就跟日本的代表谈 就日本代表到最后发现 真的要先经过他这一关 所以说他们就主动了开始 设下了进口的那个限制 不要再不断地倾销 因为日本汽车进口 根本打遍整个美国市场 没有敌手 当时日本就给他取一个 日本人给他取一个绰号 叫什么 叫做Missile Man 非弹人 你看他又有非弹人的绰号 又有沙皇的绰号 大家听了就觉得说 哇这何许人也 这个人他后来 他要讲 他说我可以告诉你 关税是一定要设立的 你以为我们美国 是在一个非常竞争 公平的环境底下吗 那你就错了 看看我们从冷战结束之后 这24年来 你知道美国在其他国家 就是海外的资产 大约是有17亿 可是他们别的国家 在我们美国的资产 竟然有18亿之多 意思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意思是说他举例像中国 我们今天让中国 在我们美国赚了几千亿 让他回到中国去 再制造武器来对付我们 这样难道是对了吗 我们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说莱德海哲的 那个利润好像有点 有点矛盾 对不对 因为这终究是 这是贸易 他说但是在贸易 他说他特别讲了一句金句 他说关税就是最有力的武器 为什么 现在只要川普上任之后 所有进口货品 都直接加10%的关税 这些特殊品项加增20% 对于中国增60% 然后对于墨西哥的车 增200% 他竟然毁掉了北美贸易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莱特希泽 这个人 他是标准的 就是说在执行川普的意志 而这个意志呢 很可能在他 就是说当了这个 美国的正式的贸易代表之后 会不会让他把沙皇的位置取消 而给他一个正式的商务 这个美国商务部的部长呢 我们现在继续看下去 但如果说他具有正式的身份的话 他的做法可能会更加的坚定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特别关注的 不过我觉得中国不可能会被 莱特希泽给吓跑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个依赖 已经逐年地降低 这是事实 大家都在期待说 川普上任之后 究竟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 会怎么样的发展 甚至是过招 我们来看到这是根据 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盘铁了川普可能对中国经济 围堵的四大招 第一点刚刚说到的 60%的关税大棒 还有美中第一阶段 经济贸易协议当中的旧账 那第二点 美国取消了中国的 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 还有第三点 晶片科技占2.0 以及像是其他的险招 像是全面禁止中国的产品进口 或者是公债违约等等 好 另外一头我们来看到是彭博 他们也盘点说 中国可能会采取的五项报复措施 包括第一点 可能放任人民币的贬值 还有断供电池等关键零组件 或者是制裁在华的美气 还有第三点包括说 寻找取代美国的出口市场 以及抛售美国国债 那最后一点是说 可能会大降关税 来拉拢美国的盟友 那川普到现在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才要上任 但是这一场 中美贸易战2.0 已经吵得沸沸扬扬了 上次跟您来看 接下来这个新变局会怎么发展 刚刚Bloomberg跟等等的这两方 一方面介绍了 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做 更强硬 除了60%的关税之外 后面也分析了 中国大陆可能会怎么样对应 也就是说报复 我刚才要怎么回应 所以中美关税战基本上 当然是已经是注定在那里了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 前面干哥讲的部分的人事布局也都是 只是我们在这里头也可以回想起 现在反推回去 9月底10月初 中国大陆想要拉一波 包括股市房市或等等 把那个刺激力出来 如今看起来很明显的 他也是提前准备要因应川普 接下来的这些重击 在整个调整中国那部经济当中的一个抵抗力 所以中国没有插了一弹 中国其实是积极的部分的面对 而且我们最近也看到了 是这样子 两国政治之间 特别关税正在进行 可是实际上受股 或者是爱红遍野的 其实是包括厂商 也不止中国厂商 包括美国厂商 举例都知道美国的服饰业 鞋业各方面 全部都是到现在在中国大陆生产 是90%以上的 所以这些鞋业最近也都公开宣布说 他们要在明年 2025年底之内 要产能一半也要 要移出中国大陆 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包括我们的叫中国大陆 自己本身产商 在2018年上一次的关税战之后 中国大陆民企已经跑到越南 跑到墨西哥了 就大家其实不是现在才等着 被关税战杀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的因应 政府都是政策 可是厂商们不会做以代币 都已经在进行 所以现在只是说 它的伤害或影响性多重 这里头我要特别点评一下 我觉得实际上是中国大陆 这个方面的回应 我觉得大家现在非常好奇 因为美国要怎么杀 一直在放话 有很多的分析 这是主场优势 可中国怎么进行 我们来看一下 放任人民币贬值这件事情 我认为这个部分有点疑虑 大家要注意 首先大概2018年的时候 那一次的关税的部分 大概10%的关税 翻回很狠的 可是中国大陆确实是用 把人民币贬值之后 你关税就在涨10% 可我人民币也贬下来之后 最后就缓冲掉了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 当时就是靠 用人民币贬值这一招 可是为什么这次你要注意 因为60% 人民币能够贬60%吗 不可能 而且这几年我们看到 习近平一直要求说 中国大陆的国有资产必须维持 国际性全球性的稳定 人民币一旦贬值10% 是全中国所有 这个国家的国力贬值10% 所以现在跟2018 6年前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头 我觉得要观望一下 至于我们现在看到说 断供电 领主件 还有抛售美国国债 这个是对付性的 这却是报复 我认为抛售美国国债的机会 跟断供 这个部分作为 报复性的是有可能 可是报复只是 要舞阳位一下 你说对于这样子的 关税的压力能改善吗 所以寻求 我们看到第三点 寻求美国的出口市场 毫无疑问很大的关键 而且我们其实看到 也不许为因应川普 这些年 其实包括4年6年以上 中国大陆大举的 无论在欧盟 大举的 包括在中南美洲 不断地在开发 很深度的集合 我们在节目中 经常谈电动车 电动车的深入 不只是卖电动车 我经常举个例子说 巴西那边是城市的基建 整个城市的重新规划 都用中国模式 导入中国的很多解决方案 更不要说 里面的民间零售的 各式各样的应用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中国大陆 接下来会怎么因应 中国当然现在看起来 反制的能力有限 但是中国大陆 怎么可能做一代币 事上刚刚提到了 包括上一回的关税战 然后现在有两个专家 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包括说中国的问题专家 他是说 跟川普第一次的时候 加关税相比 其实中国现在 拥有更多的筹码 那另外一位学者呢 王桂林 他是说 中国领导层 确实也是学到了 说他们确实 不可以依靠任何人 只能够依靠自己 好 李将军 就您帮我们短评一下 你怎么看 因为贸易战 接下来就川普 他的重中之重 那跟上一回相比呢 我觉得有一句话 叫战胜不复 当你一种方法 能够获胜之后 敌人一定会知道 说是你使用的招数 然后我会思考 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对付 我们看一下 其实川普这是第二次上任 当总统 那前四年是拜登在当总统 所以说川普在 他第一次当总统 到现在已经隔了 将近八年的时间 那这八年的时间 其实中国的领导人 都还是习近平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其实我觉得 中国对美国来讲 他应该是非常了解 在贸易战方面 他会用什么样的招数 那中国也不是吃素的 他一定有相关的方法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有什么本事打这个贸易战 第一个当然美国 他现在能够做的事情 他说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你提高关税的话 大家都知道说 一定你的这种 这个通膨一定会增加 那美国来讲 有一个优势 他可以 他自己有产油 他可以大量的生产食油 让这个油价打下来 然后抵消掉 这个关税提高了通膨的压力 这是美国能够做的 但是美国的 他的劣势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美国 他大概现在来讲的话 他优势在他的金融 在科技业这方面来讲 但是他制造业很明显的落后 所以他制造业 必须要依靠中国来制造 来加强他制造 那如果说贸易战开打 我们不可会言 对中国一定是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可是相对的 就是说中国来讲 这四年来讲 他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 我们现在来看 他开拓的市场方面 包括到中南美洲 对不对 这个最近 这两天正在召开的APEC 在秘鲁召开的这个会议里面 然后习近平去主持了前开港 他大概已经准备要开拓 中南美洲的市场 然后另外在这个 中南拜祷方面 我觉得中国也在这方面 会加强他的这种 这个贸易的作为 所以我相信这些作为来讲的话 会抵消到跟美国贸易战 之间所面临的损失 当然贸易战一定都是杀敌一万 对不对 自损八千 那美国来讲 自己要承受得住 承受不住 这贸易战后面所带来通膨的影响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